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什么要住到农村呢?要呼吸好的空气,要吃健康的东西,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其实是一种精神追求,让自己的心灵有一个修养生息的世界。 2009年,我做了两次开颅手术,人家说我恢复到最好,也得是个植物人,能恢复到这样是一个奇迹。 那个时候,觉得还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的呢? 以前确实是一种忙忙碌碌的状态,你根本看不见美,忽然觉得以前浪费的时间太多了。 当你的心不浮躁了,看什么都是美的。 人生呢,有两件事情,一件事情呢,是你不得不去做的,还有一件事情呢,就是你非常想去做的。 我们一定要给后者腾出时间,生活是多元化的,我可以很努力地工作,也可以热腾腾地去生活。 除了出差,每天都住着,到这儿你就觉得需求少了,你更平和了,什么事儿看的都是高兴那边,很少为那个损失去分愁。 家里来客人了,我们就会去边上的池塘,去钓两条鱼,然后用新鲜的鱼,还有园子里现摘的蔬菜,做两道我们山里人家常吃的菜。 七六是我捡回来的一只流浪猫,它的身世很凄惨。 咪咪,过来吧。 我觉得,猫生和人生,其实也是一样的,我们都会遇到困境,但就像蒲公英的种子,风一吹,第二年又开出花朵了。 生活就像一个结,当你解不开它的时候,就把它寄成个花吧。